而文化部长龙应台最近邀请李安反台举办活动 但是现在影视大亨邱富生批评 他认为部长龙应台根本是在消费李安 顶着奥斯卡最佳导演光环李安风光回台 那这回反台由文化部长龙应台亲自和李安对谈的文化部记者会 却引来炮轰 影视大亨邱富生时好在脸书上po文怒批 他说这次李安是为了母亲节回来 但部长趁机消费办酒会却不谈电影 显然在卖弄他作家时期做作的大江大海 还说假如他不是部长实在不配于李安对谈 还要龙应台听李安的话别做个人秀 因为半年来大家对你龙应台的作为不以为然 我邱富生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言乐一出立刻引发讨论 像我们台湾什么东西都有 可是他的组织电影的组织并不强 等于是一盘散沙 其他导演包括被人称为喜剧鬼才的陈玉勋也说 政府官员发出来的消息都是先进传说 似乎对于政府关心电影产业不以为然 导演李烈更直言 我们早就被葫芦惯了 对于外界的批评 龙应台仅回忆窃血指教 李安的经纪人也跳出来灭火 说李安很开心能够分享自身经验 没有觉得被消费 但回顾2009年来 龙应台和李安对谈至少三次 文化部想要增进台湾电影界跟李安之间的交流 却被外界引来浪费钱和消费台湾电影聚光 李安的评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参谋到